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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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就是什么的简单 喂 你们让我进去吧 我认识你们这里的主人 你神什么 我们这个样子 人家也不会相信的 不行 他可不是那种人 你们赶紧叫一下 就说门口有个老熟人在这边等着 我们不负责传话 你可以打个电话通知一下 我们就会让你进去 看你这个样子 要是真的缺钱 就自己去挣 干嘛来这里 我怎么就跟你们说不懂呢 我是真的认识你们老板 刚才有人跟我说 门口有人闹事 我要去看看 带一袋钱出去看看吧 能用钱摆平就用钱吧 我可是不想有麻烦的那种人 小伙儿 这不是老王吗 咱们来这里了 喂老王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不来吧 这个说来话长了 我都说了我认识你 你的守卫还不让我进去 他们都是新人 我需要在你这里借住两天 因为我的房子已经塌了 现在是住不了了 没事没事 住多久都可以 我的房子那么多 这点钱给你 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花 好的好的 谢谢你了啊 走吧 赶紧跟着我进去 我还以为老头真的不来 没想到还是来了 不过这样我的房子 就不会那么的荒凉了 哈哈 好了 你们就住下吧 具体什么的 你们自己逛逛就好了 那么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啦各位 拜拜